进到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隆州市,共语论功不较多 便和淮谷二手 我国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水利建设工程 著名的隋朝大运河便是其中之一 唐代著名诗人提日修在《便和淮谷二手》中 就赞美过隋朝的大运河和隋阳帝修建大运河的工具 诗中提到造隋州寻幸江都市隋阳帝修建大运河的目的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目的吗? 众所周知,修建大运河是一件费财费力的事情 杨广为什么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修建大运河吗? 仅仅是为了去寻幸江都吗? 专家分析说,在地图上把大运河的路线连起来,你就懂了 要想理解专家说的话,我们先来看看大运河的情况 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往北边可以到达周郡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北京,往南边可以到达渔航 全长两千多公里 在隋阳帝修建之前,之前的王朝已经修建了很多的河道 但是这些河道没有连接起来 隋阳帝动用了两百多万的百姓 把之前的河道重新输郡并且连接起来 最终修建成了著名的隋朝大运河 如果阳广修建大运河仅仅是为了去江南看风景赏花 那么说它是暴君一点也不为过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大运河所连接的地方 前面我们提到过,大运河至北可以到达北京 如果隋阳帝修建大运河仅仅是为了去江南赏花 那么把运河往北边修建是完全不合理的 废才废力导致百姓怨声载道的也不利于自己的统治 那么阳广修建大运河的目的是什么呢? 隋阳帝修建大运河的最终目的是加强自己的统治 历代帝王都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永远传承下去 隋阳帝也不例外 大运河把南北方连接起来 使得南北方的商人在进行跨区域贸易的时候 多了一种交通方式 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 百姓安居乐业对于巩固统治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大运河连接了南北 隋阳帝或者是其手下的官员 要想去全国各地巡视 或者是平定叛乱就更加方便了 这一点也利于巩固隋朝的统治 除此之外,阳广修建大运河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把南方的物资运送到北方 当时南方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战乱较少的状态 经济比较发达,物资丰富 而北方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 加上战乱较多,经济衰退,物资匮乏 如果通过陆路运输的话 费时费力,花销也大 而建成大运河之后 就可以通过水陆运输 把南方丰富的物资运往北方 大大节省了运输的成本 讨伐高沟里也是杨广修建大运河的一个重要原因 隋朝之前是南北朝 南北朝是一个动乱的时期 当时高沟里趁着南北朝动乱 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隋阳帝统一全国后 高沟里成了隋朝的强大对手 隋阳帝曾三次派兵去攻打高沟里 都是失败而归 隋阳帝分析了失败的原因 认为主要是因为羊草补给不到位 通过陆路运输的粮草不仅不方便费时 还容易被敌军劫持 羊草供应跟不上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所以隋阳帝为了在攻打高沟里时 羊草能够及时足量供应 修建了大运河 不论羊广修建运河的目的是什么 大运河在促进我国南北经济交流方面 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个作用不仅仅是对于隋朝 对于后世也有影响 此外 大运河还加快了经济重心的难移 使经济重心难移在南宋时期顺利完成 对于现代而言 大运河的存在极大的方便了 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 有了大运河的基础 南水北调工程实施起来更加的方便快捷 由此可见 大运河不仅在隋朝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历史上 杨广被认为是一个暴君 为了修建大运河 使得很多家庭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但是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 虽然隋阳帝修建大运河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但也不能忽视其有利的一面 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对于南北方经济交流 巩固隋阳帝的统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这正是修建大运河最主要的目的 人无完人 现实世界中 很难能找到实权实美的人 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所以 不管是在评价一个人 还是一件事 我们都要学会辩证地去看待 既要看到积极的一面 也要发现不足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订阅